好 首先来看到的 在今天呢 美选在今天晚上台北时间8点就开始投票 还有柯文哲收钱的密室到底在哪里 以及黄珊珊跟陈佩奇去找救兵了 惊爆11月5号 惊爆11月5号 我们先来讲到的今天柯文哲 如果真的在市长办公室来收钱 他就是道德上有非常严重的瑕疵 过去来讲有没有 国民党也有啊 林医师不是把钱放在他office的抽屉里面吗 今天呢爆出来柯市长在办公室里面拿钱 先三风暴 第一个柯文哲有三笔钱两个地方拿钱 今天呢彭震生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独家山崎找救兵找这个律师 第三个美国投票日 今天看看他们双方交战 跟台湾有点像 大概一天要跑大概三到五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先来看到柯文哲的部分 靖州刊是说 金华城这个案子 2022年10月18号台北市都发局核发建造 840%容积率之后 10月19号动土 我们知道嘛 结果没想到10月19号动土就给钱 我是在想有这么猴急吗 真的耶 我一动土钱给我 按照如果 如果靖州刊说法 我觉得实在太 要钱要的也太直接了 沈庆金在典礼现场的空档 在这个工地旁边一堆人旁边的一个小修集室就拿钱给柯文哲 拿多少钱不知道 然后11月1号 沈庆金又在台北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给钱 两笔加起来是1500万的现金 然后呢 拿到钱以后 柯文哲就命橘子记录在USB名为工作部的Excel的秘帐当中 这个被认为是后屑 那后屑是什么 那钱金是什么 钱金他们就说2020年 这个所谓的当时的那笔钱 210万 对不对 7个人头那个 那个是钱金 钱金是2020年 后屑是2022年 那我好奇的是在讲到这个所谓的市长办公室 到底怎么拿钱 你知道原来是有密室的 在这个大楼的11楼 从后电梯进入市长的办公室 然后再进到会议室 会议室当中有一个秘密的小房间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灰色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央区 因为它有东西南北中央嘛 台北市政府是这样盖的 然后我们都只知道有个前电梯 但其实它有个后电梯 后电梯其实还是应该有监视器拍到 在后电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后电梯记者也拍不到 比较隐秘 从后电梯进到市长室 进到市长室以后 他这个中央区里面就有个会议室 所以呢 他的正面电梯是会经过警卫台 再到市长室 他后面的电梯是进到市长室 没有所谓的警卫台 传出来2015年1月21号 远熊的赵腾熊见柯文哲 就走后门啊 所谓走后电梯走后门 就进到这条路 黄国昌说 如果真的是禁检 他是酸这个禁周刊了 所写 那柯文哲在市长室收1500万 那就请北检尽快起诉柯文哲就好 没有什么需要侦查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这里传言非常多 神经经怎么把钱拿进去的 谁跟他进去 谁帮他按电梯的 有一些名嘴就说 他拿的是水果礼盒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证实 说水果礼盒 我觉得一般装钱 总不能装钞票 直接拿上去 应该有一些东西 请不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